夜化中南海 各位听众好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夜化中南海栏目 我是节目撰稿人和播讲人高新 我们今天所播讲文章的题目是 邓普方和他的康华在八九学潮中的政治表演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历史故事》 邓普方和他曾经的康华共和国中 已经介绍了正所谓成也康华 败也康华 邓普方和他的中国残疾人基金会 是如何因康华公司而辉煌 并很快又因康华公司的胡作非约而声名狼藉的故事 如果没有康华的声名狼藉 就不会有当年的大学生们 在八九学潮中的激烈反动情绪 34年前的八九学潮初起时 邓普方一度还是积极主张政府与学生对话的 大量的公开材料和与邓普方接近的人士的回忆都证明 邓普方在整个八九学院的过程中 其观点和立场曾有几次转折性的变化 纪念胡耀邦的浪潮初起时 邓普方显然是不战争激化矛盾的 虽然当时的北大校园里已经出现所谓的白丑图 将邓普方等许多或居官或经商的高干子弟 与他们的老子一一对号入座 1989年4月24日晚上召开的中共在京常委碰头会上 除了正在朝鲜访问的赵紫阳 其他四位常委到上听取了北京市委 国家教委等部门对学潮的分析和意见 时任北京市委书记李熹明和时任国家教委 第一副主任兼党组书记何同昌重口一词 坚持认为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 已经摆在我们面前 4月25日 李鹏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 再次听取北京市委李熹明等人的刑事分析 会后 李鹏单独向邓小平汇报 汇报过程中 除了当时的邓办主任王瑞林 邓普方居然也陪同父亲听取汇报 离开邓家之后 李鹏便立刻召集了其余三名在京常委 传达邓小平对动乱的性质所做的深刻分析 将学潮正式定性为 保定共产党的领导 保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 然后由常委会议决定 要求胡启立立即组织人马 按照邓小平的口径撰写人民日报社论 李鹏则以最快的速度 将邓小平对学潮的动乱定性 传达到北京和上海的最基层 到此为止 除了正在访问朝鲜的赵紫阳之外的 在北京的四名政治局常委之间 在学潮的问题上 似乎还没有出现原则性的意见和分歧 而胡启立组织洗草的 人民日报社论 征求意见稿电报发到北朝鲜之后 正在那里 与金正日等人 拔展论英雄的赵紫阳 也签署了同一儿子 不过 当时的中常委会并没有决定 向下传达邓小平遇指 既没有讨论过传达至哪一层干部 更没有做出过传达不过夜的决定 而李鹏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钻了空子 次日 人民日报头版以醒目标题刊登社论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群情哗然 同时 在李鹏和时任北京市委 及教育部党组的紧急运作下 几乎每一个北京老百姓都已经知道 这篇社论中给学朝的定论 其实就是邓小平的原话 事后分析起来 如果当时仅仅是发表426社论 而没有让一般老百姓知道 社论中对学朝定性的无限上纲 是邓小平的原话 那么虽然仍会引起群情激愤的后果 但应该不至于引出 万人其咒邓小平的局面 因此也可能不会使邓小平肝火欲望 以致在最后的角色中失去理智 在此前提下 当时的赵紫阳从朝鲜回国之后提出的 否定426社论 由他本人承担责任的主张 也有可能实现 但是雕华的李鹏更明白 只有把学朝的抗议声浪 直接引到邓小平身上 只有让民间的种种不满情绪 发现到整个共产党政权头上 而不仅仅是针对共产党内的保守派 才能首先实现逼邓霸诏的第一步 进而达到其全面终止 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 所以他才采取了 让邓小平有苦说不出的办法 成功地引导抗议者们 因为对邓小平产生的彻底失望 而喊出了倒邓的口号 并将本来是单纯的学朝 激发为一场全社会的抗议运动 这种情况下 当时一些政治理念 较成熟的知识界人士 包括赵紫阳身边的开明派谋士们 想把这场政治动乱的斗争矛头 引向党内保守派 但已经无能为力 不知情者哀叹邓小平 引火烧身 而最知情的邓大公子邓普方 则在私下里感叹 李鹏这一手把老爷子彻底出卖了 去六四之后 亡命海外的陈一兹先生 及原来的中共提改所所长透露 1989年5月17日晚上 政治局常委们被召集在邓小平家里开会 邓小平讲 这样拖下去不行 究竟怎么办 还有没有退路 往哪儿退 邓讲了开场白之后 赵紫阳说 对当前的问题 我认为有两个解决办法 一种办法是软办法 另一种办法是硬办法 软办法就是 承认学生是爱国的 承认学生组织是合法的 改变四二六社论的说法 硬办法中 一种是空硬 就是发表四二六社论那样的东西 公安局发表实步 或不许学生游行上街 这种办法已经被时间证明是没有效的 另一种办法就是实应 也就是戒严军管 这种办法短期内可以奏效 长期来讲 会使国家陷入动荡和不安当中 接着 姚依林做了一个早有准备的 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 对赵紫阳进行了攻击 然后常委会就戒严决定进行了表决 其实在这次会议之前 邓普方即已经在自己的 康华军团内部放出话来 赵紫阳屡次犯规 这回必定出局 邓普方说的屡次犯规 都是指的直接冒犯了邓小兵的龙颜 疑似是指1988年经济改革方面的 价格闯关失败 当时赵紫阳是不赞成搞价格闯关的 但是邓小兵三番五次的让他胆子再大一点 赵紫阳无奈 只好硬着头皮闯 结果也来一场治理经济环境 整顿经济秩序 在总结这次政策失误的过程中 赵紫阳最聪明的办法就是主动承担责任 但他反而是在政治局会议上 申辨自己的无奈 香港的报刊上当时也有文章 就赵紫阳为老邓背黑锅的问题 替赵紫阳报屈 这种表现自然会让邓小兵记恨 第二次是89年学朝兴起时 赵紫阳从朝鲜归国之后 即表示要否定426社论 而这篇社论中的关键内容 基本上引用的都是邓小兵的原话 赵紫阳要否定他 岂不是太岁头上冻土 另一次就是指1989年5月4日晚上 赵紫阳同前苏联政要戈尔巴乔夫的谈话 因为赵紫阳在会见一开头就说 在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 13代以来 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 总是要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 赵紫阳所说的 本来就是个人所共知的事实 但邓小平却认为 这是在把动乱分子们的攻击矛头 引向邓小平是一种出卖 事后这件事情也成了赵紫阳反党的主要罪状之一 到此为止 本来一度也倾向用开明决策对待学运的邓普方 也把在426社论问题上 对李鹏的脑恨忘在脑后 开始迁怒于赵紫阳 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 无论是邓普方还是邓家其他子女 均认为党内高层 分别以赵紫阳和李鹏为代表的两股力量 都在不约而同地将学潮的祸水 引向邓小平 在这种情况下 邓小平不可能做出第三种选择 他只能弃兆保理 另有相关人士事后为故说 1989年5月19日晚 赵紫阳手下的提改所 二所人开会 大家对怎样平息事态 和保住邓小平这面改革的大旗争论不休 后来讨论三种方案 或三种对策 同邓普方联系 上册是邓小平到中央电视台发表谈话 呼吁全中国人民保持冷静 在大军压境的态势下 将一切活动从动乱引向正常的政治场所 中册是政府出面发表反贪宣言 同时要求学生回到校园去 下策是邓小平辞职 邓普方听了这个方案 沉淫良久 说恐怕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这次确实有人要打倒老邓 不过中册也可以试一试 5月19日晚上 笔者本人在天安门广场 听学生领袖乌尔开西和成真等人讲 邓普方的一个姓唐的秘书派车 将他们几个学生领袖 接到了康华公司 告诉他们 中共已经决定派军队进城 希望你们大学生停止对立 不然的话 军队的空降兵将会在广场 直接降落 坦克炮评射 4日凌晨 当中共的广播播完 李鹏态度强硬的讲话之后 沃尔开西在大学生爵士团的 广播站发表讲话 大致讲了那位姓唐的 隶属的谈话内容 然后要求全体在场人员 听从他的指挥 准备集体撤离天安门广场 将队伍转移到使领馆区 但是几分钟之后 就又有其他学院领袖 像柴玲等宣布 沃尔开西的意见是个人意见 不能代表大家 新的决定是坚守广场 事后 我们听到沃尔开西等学生领袖说的 姓唐的秘书 实际上姓谭 叫谭利夫 是中共延安时期 臭名昭著的 中央社会部部长 中共建政出的 最高检察院的第一位 副检察长谭正文之子 也是我们本专栏 上篇文章中介绍的 老子英雄而好汉 老子反动而混蛋口号的两个发明人之一 1987年 正在军中不义的谭利夫 眼见邓府方的康华事业前途不可限量 立即以大校军衔转业 被中组部任命为 康华总公司 人事部总经理 六四镇压之后 在整顿康华的过程中 中共有关部门认定 谭利夫对康华的种种违法行为 负有领导责任 但鉴于他个人没有经济问题 所以仅仅给予一个党内警告处分 康华被撤销后 谭利夫一度不嫌在家 郁郁寡欢地抱怨邓普方对他不够意思 不过邓普方还是很快 又对他伸出援手 帮他运作了一个 中国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常务 部馆长的职务 仍是政厅局级 两年后 他又担任过文化部办公厅主任 和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等职 总之 当年以邓普方为首的 康华公司的一般人员 尤其是其中的高干子女 在八九学朝初期和中期 还是希望和平解决的 但是等到中共戒业令发布之后 他们眼看着矛盾越来越激烈 流血冲突已经不可避免的时候 基于他们维护自己所赖以生存的 中共独裁政权的利益 他们也还是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当时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可以说明邓普方的 康华军团在八九学院后期的鲜明立场 1989年6月4号的人民日报头版 曾刊登一篇孙聚同志的一封信 署名是一批共产党员 执笔人孙聚 信中指责人民日报 6月2日头版上的一篇花边新闻 六一天安门广场一批 同前些天的戒严某日的报道 同出一辙 前后呼应 全是用春秋笔法颠倒黑白 混小是非 顽固站在中央角色对立面 继续给动乱制造者撑腰打气 给北京市人民政府 戒令抹黑的恶毒文字 文中还呼吁 不能拿党中央机关报的崇高形象 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助长企业 这个孙聚原名李聚一 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李景全和妻子萧李的第三个儿子 其名字聚一 出自毛泽东1945年 在中共七大的总结报告中提到的 巨大统一 当年李景全和肖李在延安结婚 介绍人是孙志远、赵磊夫妇 此夫妇无似 李景全即将李聚一送给了孙志远夫妇 改姓名为孙聚 这个孙聚在文革贤 是那一大批中共元老后代中 为数不多的学霸之一 真的是靠成绩 进入了著名的北京男子中 毕业后考进清华大学无限电锡 1980年 他留学美国 获南加大电子工程学博士 回中国之后进入康华公司 他的妻子是中共开国上将 赖传珠之女 当时这个孙聚文中说的 一批共产党员加他一共是四个 全是康华公司的大小头头 文章炮制出笼之后 因为人民日报拒绝刊登 他们直接找到中央政治局 然后由李鹏亲自签发 逼迫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 可怜这位孙聚人 虽然文章中口气颇为下缘 但事后不但没有捞上一个共和国卫士的荣誉 在康华被撤销之后 也同样一度失去了工作 日后也是靠邓普方的运作 被安排到了招商集团 但一直都只担任部门职务 直到退休才混到一个不听狙击待遇 按照陈一兹先生的看法 也正是基于对共产党政权的前途着想 邓普方即使在八九学潮之后 转向强硬立场 也未必会赞成直接对和平示威者 开枪镇压的办法 有人说六四后 邓普方曾为此在家中大哭了一场 邓普方也曾在私下场合表示 六四的背景绝不像外界所看到的那样简单 当时北京还有一则传说是 八九年五月底 邓小平已经调动军队包围北京城市的 邓普方等几个子女苦劝邓小平 千万别因为制造出流血事件 而毁了自己一生的功名 邓小平则仰天长叹说 事情已经闹到这么严重的程度 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可想 动乱发展下去 会比文革的情况还严重 真是那样了的话 普方可又要受苦了 这种传说当然也无从证实 但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 而不惜任何代价 绝对是所有中共元老们的 一贯主导思想 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今天的夜话中南海节目 就播讲到这里 我是节目的播讲人和撰稿人高新 谢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